中国北京最近确诊人数攀升 当局为了要防堵疫情扩大 临时下令在五一廉价期间 关闭所有的娱乐场所 并且全面禁止餐厅内用 进入公共场所 也必须要提供两天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这些防疫措施导致民怨四起 怀疑这是变相封城 北京平常十分热闹的前门大街 五一廉价人潮稀少 许多餐厅贴出了纸线外卖和外送 禁止唐食的公告 商家生意大受冲击 北京星期二通报 过去二十四小时 新增本土确诊五十例 累计直播疫情感染人数达四百例 为了避免上海封城惨况 在北京重演 有关当局如临大敌 无意廉价前夕 突然宣布关闭娱乐场所 餐厅不得内用 出入公共场所 还得持有四十八小时内 核酸筛检阴性证明 导致许多原本打算出药的民众 措手不及 打探五天廉价等于变相封城 倒是从黑龙江来到北京的游客 觉得游戏不受影响 人潮变少反而更好 五一劳动节黄金周假期 往年在中国都是旅游旺季 各处景点挤满游客 但是最近大陆各省市疫情延烧 许多地方都要求民众 不要跨省活动 避免疫情扩散 因此中国交通官员预估 年假期间交通运输的客流量 将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六成 公事新闻曾汇明便宜